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星期三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圣彼多禄大殿前与教徒见面时出现一幕罕见的场面 在每周例行的演讲结束之际 一位特殊的访客来到坐在祭坛上的方济哥面前 这位身穿蜘蛛侠服装 拿着面具的男子维拉尔迪塔 是一位在意大利医院里为儿童表演的义工 他和教宗握手问好 这名男子在2021年6月曾经打扮成蜘蛛侠Spiderman 与方济哥会面 请求教宗为病童和他们的家人祈祷 方济哥是赞扬他是真正的Superhero 超级英雄